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照聚安城的成规 若是城主过世且没有子嗣 君后便可接任城主之位 而另一方面 顾清兹的二叔也安插了南贵妃云斐然在顾清兹的身边 面对内忧外患 顾清兹屡现险境 然而令顾清兹没想到的是 一直以为要除掉自己做城主的李颖之 竟屡次三番舍命相救 这而顾清兹开始逐渐对李颖之动心 那么李颖之到底是敌是友 不及将军送我情 已在3月17日开播 记得订阅我们哟